陈昭帝将军穆现状,58岁因病去世,触动郎平出山,一年后葬于故乡体育界走出来的第一位吕将军陈昭帝的墓地,位于浙江杭州半山安贤陵园,这里是生养他的故乡。 2013年4月1日,陈昭帝因病去世,年仅58岁,震惊中国体坛,陈昭帝曾是女排五连冠时期的主力队员,此后又担任中国女排领队一职,为中国女排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,在他去世一周年的日子,他的女儿以及好友后辈,选择这一天,将他安葬在安闲园内,不要老盯着我,我都老太太了, 应该把机会给年轻的教练,一直以来,每当有人询问他,是否有意在接手中国女排率位时,郎平给出的答案都是否定的,知道老女排的一员陈昭帝将军的离世,也许是触动他重新出山的原因,在墓地上,安放了一个环抱排球的半身像雕塑,看起来英姿飒爽,图为陈昭帝墓地现状。